连续假期 大家这次一定会出个车头 出个车头的时候 如果你遇到 不管是风景区人多 你要上个厕所可能要等 或者你开车要等 等的时候就会憋尿 憋尿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 国泰医院泌尿科 组织医师王世峰 王医师 王医师你好 东华哥大家好 王医师 因为连续假期 不管是在休息站也好 反正都要等 所以憋尿大概 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经验 可是我看过您有一篇文章 你讲到说 你曾经有一个例子 是八十多岁的老先生 就是因为连续假期的时候 开车去花洞 找不到厕所憋尿 憋尿到最后 他居然发烧 然后变成是拜选性休克 会到这么严重 这个憋尿本身就容易造成 逆尿道感染 感染的症状一人而异 如果说是年轻人 憋尿的话 造成发炎 大部分的症状都是一些 憋尿 小便着热疼痛 或是下腹部不舒服 或在下腹部 那如果说真的跌过头 小便逆流到肾脏去 就会造成肾脏发炎 那至于老人家的话 你要小心他可能有 免疫力比较差的问题 之外他也可能有 瘦物腺肥大 所以他感染除了膀胱发炎之外 也可能感染到瘦物腺 这瘦物腺一旦发炎的话 就可能造成比较厉害的感染 尤其是老人家 抵抗力又比较差 然后瘦物腺加上发炎 这个很容易就让细菌 跑到血液里面去 导致全身性的感染 这就有可能造成败血症 所以还是 但重来是一人而已的 看这个患者的体质如何 这个不分男女吗 男生女生都会感染 只是说感染的部位 除了膀胱之外 看看会不会蔓延到 其他部位去 王医师 可是刚才你讲到有一个 这个因为我有说 也有遇到过 就是尿尿的时候 有那种灼热感 可是 好那个可能 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验 可是后事后 我又没有发现身体 有其他的不舒服 像我这样子的状况 我需要去看医生吗 如果说只是轻微的发炎 就是那种有那种灼热感 喝水就可以好了 所以毕竟我们这个泌尿系统 就只有一个出口 就是尿道口 所以细菌也是从这个地方爬上来 泌尿系统就像一条河流一样 尿道口就是出海口 所以这个细菌就是从出海口 逆流而上 开始从下游感染去 所以如果说一开始只是轻微发炎 你只要多喝水 多尿尿 用很多尿液 把这些细菌冲出体外 它就会自己好了 所以轻微的事 有可能自己好 只要多喝水 多尿尿就好 所以那个灼热感 就是身体给我做的一个讯号吗 可是这个细菌 目前还在尿道里面 还没有爬上去 还在下游 还有机会把它冲出去 但是那个一定就是有细菌 有细菌就对了 这一定有什么问题 只是说身体目前用这个症状来告诉你说 这边有问题 哇 那我 所以我 对 因为我后来又没有感觉到什么 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会尿尿的时候 有灼热感 所以我就多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多喝水 那如果 如果 如果继续有不舒服的话 我就去看医生 如果喝水尿尿 自己就会好 其实很多人自己都会好 只要你抵抗力好 多尿尿 好好注意的话 其实密尿的感染是很常见 但是很容易自己好 很容易自己好 因为 因为我刚才看 我在刚才看你那个 写的那个例子的时候 我就有点紧张 虽然还没有80岁 但是也五六十岁 可是 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开车 尤其在高速公共上 遇到塞车 可是 我很难避免说 好了 一定程度的憋尿 可是 这样子的状况 对我会有长期性的影响 如果是偶尔憋尿 身体还可以克服 如果说真的很长期憋尿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说 你的膀胱就像一条橡皮筋一样 如果是偶尔憋尿就像 这个橡皮筋偶尔把它拉一拉 稍微拉开 不要憋过头 至少像不要拉太紧的话 你放开这个膀胱的大小 就像橡皮筋一样 它会收回原来的大小 但如果说你很常拉过头 就像一条橡皮筋拉过头一样 你再放开之后 这个橡皮筋就会弹性疲乏 膀胱也是一样 常常憋过头 它弹性疲乏之后 这个膀胱的力量就会越来越薄弱 就是越来越无力 以后就残尿就会越来越多 残尿越来越多 这样以后就容易造成感染 结石 尿血 肾功能障碍等等的一些病发症 所以要长期的 比较容易发生 偶尔的是身体还可以克服 那残尿是指 我们上厕所 尿尿的时候 就是会滴滴答答的吗 还是 就是尿不干净 应该是 残尿是说尿完之后 膀胱剩下的尿 所以当你剩越多 你那个 下次要再 能够再装的尿就更少 所以换句话说 膀胱就容易 应该说容易变得更贫尿 因为膀胱可用的 容易越来越少 所以上厕所的滴滴答答 不算是 那个 这个是很多原因 像膀胱无力就会这样 所以其实 所以膀胱无力 对膀胱收缩不了 没办法尿挤干净 所以才会有残尿 所以他们都是膀胱无力的症状 那我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运动 可以帮助不要这样子 滴滴答答吗 还是要看医生 膀胱如果无力的话 比较难治疗 因为膀胱可以退化 所以我们只能靠其他方法来帮忙 比如说肚子用力 利用负压来增加 膀胱的压力 引尿出来 不过对膀胱本身 没有什么帮忙 所以最好还是预防胜于治疗 不要等到膀胱无力的时候 才知道 那个时候效果都不太好 最好是平常就不要憋尿 保持谈好的卫生习惯 才是好方法 你刚才讲到预防 预防 我可以怎么做吗 你是说预防膀胱无力吗 对 最好方法就是 不要让膀胱过度拉伸 膀胱就像鼻子 你只要不要拉过头 它弹性还是蛮好 所以最好是不要憋尿 或不要憋太长 不要憋 这个才是最好的办法 然后还有什么方法 要注意的吗 其他就是 像男生的话 不要注意摄护腺的健康 毕竟摄护腺就在膀胱的隔壁 所以说你摄护腺保养好 平常小点料的比较干净 自然膀胱也会比较健康 此外有一些维他命D 那对膀胱的健康也有帮忙 那女生呢 女生的话其实 因为女生没有那个 没有摄护腺 所以女生对她也是以膀胱为主 当然BIA-BIA是主要的 一些女生发生发炎的机会比男生高很多 此外女生就要注意一些 没有复刻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没有子宫内膜异胃症 或者是一些子宫软糟方面的健康 这个也会影响到膀胱的功能 毕竟他们就在隔壁而已 可是王医生 这眼神我就有个困扰 因为我们平常就希望要多喝水 那多喝水就又容易上厕所 那这两者之间 我可以怎么找到平衡点 或者喝水这种方法 其实水分是很重要 因为人体毕竟70%是水 所以我们可以不吃饭 但是不可以不喝水 所以这喝水真的很重要 但是水喝太多又会想尿尿 水喝太少又有一些其他问题 例如说你喝水喝太少 最明显就是容易口干舌燥 眼睛容易干涉 甚至还有些会是想咳嗽 或是头晕 心跳加速等等 这些都是不喝水的问题 所以不喝水不行 喝水喝太多又会想尿尿 所以我们是建议说 如果说你打算要坐车 或者说有一段时间 没办法遇到厕所的话 至少你在出发前两小时 先控制水量 控制水 不要说整天都不喝水 出发前两小时 先喝少一点 或者是说你喝的水 不要喝一些饮料 比如说咖啡 喝茶 红茶或者是可乐这些 这些里面有些咖啡因 咖啡因本身就容易 刺激绑口 倒是你一直想尿尿 或者说你也不要吃太咸的东西 毕竟太咸的东西 你容易口渴 口渴又会容易想喝水 想喝水又会想尿尿 可以身上带一些 比如说万一需要尿尿的时候 可以急用的 比如说宝特瓶 塑胶带 甚至打算要脱远门 预计要搭载车 甚至可以带个尿布 或尿套等等 至少要憋着 地方可以宣泄一下 暂时 是 先急一下使用一下 这些都是方法 对长辈来讲 对 直接用成人治疗库 其实是蛮 比较干脆一点 可是 除了这些的话 我平常在生活上 我可以注意什么吗 保护自己的膀胱 我平常还是要 保持点好的喝水 跟排尿习惯 有些人可以建议说 吃一些像蔓越莓 或是维他命C 比较多的东西 这些都可以避免 脑光的感染 毕竟它可以让尿液 比较偏酸性 酸性的话 细菌就比较不容易 只存在里面 其他像是清洁 尤其是外生性的心结 也是蛮重要 对于很多人都问说 那个水一定要喝多少 其实我们当然都会说 希望喝到 1800到2500左右 对 不过很多患者后来都 不太可能每天 去挤我的尿 我的水喝多少 对 大概只是挤一两天 后来就忘记怎么挤 是 所以我们可以 有一个方法 就是当我们去尿尿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 我们尿液的颜色如何 看颜色 我们尿液看起来 很深很黄 那就是你水喝太少 当我们看起来 尿都像白开水一样 都太轻了 那就是水喝太多 所以就是那个淡黄色 腎上就会告诉你 你的水够不够 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 所以淡黄色是比较OK一点 就淡淡的就可以 淡淡的 但是如果像开水一样 透明的 那就是水喝太多 喝太多 会造成心脏的负担 这样也不是很好 水喝太多 还会造成心脏的负担 毕竟我们的心脏 就像邦普一样 你水喝太多进去 心脏就要邦普 就要打那么多水出来 所以如果说 对一些中老年人 或是心脏比较不好 心脏衰竭患者 你给他灌太多水 他反而容易水肿 就喝水喝的进去 又排不出来 这样反而对心脏不好 所以中老年人 他们水分就不会像 成年人喝到那么多 也许会少一点 那么就要从其他方法 其他方向去避免感染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这个问题 我想说尿尿的时候 颜色越浅越好 我知道说 因为好像憋尿憋酒以后 颜色好像会越来越深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颜色也可以判断 我水喝得够不够 就是我们肾脏 他很聪明 他会帮我们了解水量 太多他会帮你排出去 太少他会帮你保留起来 所以你看太多 小便都像白开水 就是水太多了 所以他拼命在帮你 把一些多余的水排出体外 其实这个对肾脏 也是一种负担 那除了这些以外 像运动 对因为 因为大家都会运动 像运动 大家有时候会去喝那种 运动饮料 那种 有电解质的那些 像那样子的饮料 OK吗 我觉得 没什么关系 因为毕竟我们运动会流汗 汗里面除了水分之外 定解饰也会流失掉 所以事实补充点定解饰是还不错 但是就是不要喝太甜的 不要喝太甜 不要是喝太咸的 不会说 太咸的话 我们又努力喝水 又突然一直想尿尿 王医师 那另外 就是说像如果真的有到 这个就是尿道感染的时候 那 我如果是在高速公路 像您那个时候写到 那80岁那个例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要 可以怎么先做 需要去做 自己先做一点紧急处理 或者怎么样吗 我真的是要紧急处理 就是看看有没有保特品 或带子先尿一下 总比一直憋着好 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下交流道 或是什么时候才遇到加油站 这个很难预估 那老人家一直憋着的话 它暂时不会有事 但是可能你找到厕所 或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开始不舒服 所以对老人家 我们还是要特别小心 那当然最好就是 我们在评估这个 当初安排这个旅程 说要交流先找好 哪些地方可以休息 或者说比较早那种 路线是常常会塞 或是要卡很久的地方 这也是对长辈的一个关怀 对 因为我怕大家 如果跑到山区去的时候 这个问题可能 不山区也可以 我可以在路边 找个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对女生会比较不好意思 男生还算比较好解决 好 因为在清明假期 连续假期 所以大家在路上 千万不要去憋尿 刚才王医师有讲 出发前两个小时 把喝水要控制一下 王医师今天谢谢你 跟我们分享这些观念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好 拜拜